這個題目非常好 這個題目呢 我們帶同學先簡單的看過 他說 在一條筆直的道路上 有一間學校 叫做S School 然後有一個小鎮 叫做A 而有另外一個小鎮B 不在這一條道路上 我畫一下他的思議圖 他說有一條大馬路 有一條道路上 然後呢有一間學校在這裡 這個學校有個座標 叫做-1-1 他把這整個地圖 放在直角座標譜面上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有個A小鎮 對吧 這個A的座標叫做-9-3 同學拿出你的筆 寫一下好不好 這個S代表的是學校 這個A代表的是什麼東西啊 小鎮對不對 比如說金層鎮 還有另外一個小鎮B 不在這一條大馬路上 這個小鎮B在哪裡呢 好像在這邊 他的座標叫做-3-0-7 這樣可以嗎 我看一下我座標有沒有超錯 這個V也是一個小鎮 這個V也是一個小鎮 我們看一下他今天的要求 他說 他說我現在呢 要在這一條道路上 蓋一家超級市場 比如說全聯啊 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超級市場為了公平起見 這個超級市場 到A小鎮的距離 跟到V小鎮的距離 要怎麼樣 要相等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題目呢 其實他最終問的問題就是 請問那個V 請問那個超級市場 Supermarket 他要蓋在這個道路的什麼地方 才能夠滿足到A跟到V的距離 會相等 這樣你聽懂嗎 我想這個東西喔 應該是很簡單 來 同學你看我這邊 我們要蓋一家超級市場 要在馬路上 然後呢 他到A的距離 跟到V的距離 要相等 同學你思考一下這句話 你把這句話畫起來 到A跟到V的距離相等 代表說 這個超級市場應該要蓋在AV線段的 什麼東西上面 中垂線上啊 來寫上去 我們的Supermarket 寫上去啊 超級市場 好 要蓋在 好 要蓋在 AV線段 中存線上 有些同學一定會想說 為什麼啊 好奇怪喔 這為什麼中垂線啊 怎麼會突然出現這個東西呢 聽我解釋一下喔 這國中數學 我們先把這個AV線段把它連起來 來我等你AV線段連起來 這是兩個小正之間的連線的那個線段 對不對 我先問你 同學中垂線是什麼 中垂線 昨天才複習過 要找一個線段的中垂線 首先你要找到這個中垂線的什麼點 中點 對不對 這個中點啊 來給他一個名字叫做M好了 中點之後會不會要求 會 把A跟B的坐標怎麼樣 就可以得到中點坐標 相加除以2 就可以得到中點坐標 對不對 找到中點坐標之後 過這個中點 做垂直 AV線段的直線 這一條線 稱為叫什麼線 稱為叫中垂線 請問為什麼我會知道說 這個超級市場 應該要蓋在中垂線上呢 因為中垂線有一個很特殊的性質 就是 它上面的每個點 到線段的兩端點 距離都會怎麼樣 都會一樣嘛 是不是 國中有講過嘛 中垂線上的點 到A跟到B的距離一定會相等 你今天超級市場 要蓋在什麼地方 才能夠到A跟B這兩個小鎮距離相等 你一定要蓋在中垂線上啊 你蓋在別的地方都不會相等 對不對 好那 我們現在仔細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喔 欸我問你 全聯蓋在這裡可不可以 我現在手指頭指著這個地方可不可以 到A跟到B的距離相等 還全聯可不可以蓋在這個地方 不可以 因為它有要求 你不僅到A跟到B的距離要相等 而且你要蓋在什麼地方 大馬路上嘛 對不對 不是只有到A跟到B距離相等 你還得要蓋在大馬路上 所以你是不是要去找大馬路跟中垂線的什麼點 焦點嘛 你同時要在大馬路上 又同時要在中垂線上 兩個條件要同時成立 只有什麼地方 只有這個地方啊 你的全聯只能蓋在這個地方 這個點 既在大馬路上 而且到A跟到B距離是不是相等 對不對 你懂這個意思的 所以我們現在終於確定 來我們的超市應該要蓋在這個位置 超級市場 這個題目就是問你這個超市的座標是多少 對不對 你在地圖上 這個超市它的座標是多少 請你幫我把它求出來 它把它分成三個小題引導你去做 我們一個小題一個小題來看可以嗎 它第一個小題要問什麼呢 它第一個小題要問的是 你去SA這一條大馬路的方程式 它要你先求大馬路方程式 SA直線的方程式 我就問我們109的同學 直線方程式怎麼求 就什麼4 高中只剩一個4而已 點斜4 對不對 有點有斜率就可以寫點斜4 我們先來算大馬路的斜率 來請問你斜率怎麼算 斜率叫做什麼X除以什麼X 我講過好多遍喔 縱軸X除以橫軸X Y座標相減除以S座標相減 對不對 牽直方向的變化量除以水平方向的變化量 所以3-1跟著寫喔 3-1除以9-1 9-1-3 3-1是多少 2 9-1呢 9加1 10分之2就是5分之1 棒棒 對不對 斜率知道了 好 可是定點有兩個 你要挑哪個點呢 隨你高興啊 你爽就好啦 反正答案都一樣嘛 我挑A點好不好 有定點有斜率 我們來解點斜4 現在高中最重要的就是點斜4 好 點斜4怎麼寫喔 動點P嘛 想像來Y減掉3 Y減 以支點的Y座標 Y減3等於斜率叫5分之1 乘上X減掉多少 欸 點斜4不會寫啊 這考試這個一定是最基本的喔 Y減3等於斜率乘上X減多少 9咩 對吧 點斜4一定要很熟 好 可是這個點斜4我們要整理一下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解零力嘛 要把這個焦點作標解出來 來 兩邊同乘以5 5倍的Y減掉多少 3乘5叫做15 5會等於X減9 這樣寫對嗎 然後把它全部丟到等候的同一邊 所以變成X減掉幾個Y 5倍的Y 減掉9 再加多少 15 等於0 好 整理一下吧 把它們全部丟過去 好 所以我就得到我們的道路方程式叫做X減5Y 減9加15是加多少 6 等於0 恭喜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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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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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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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中垂線的方程是怎麼求呢 首先你要知道定點還要知道傾斜程度對不對 我們先來找定點 請問你中垂線上有哪一個點 是不是有這個M點 這個M點是AV線段的什麼點 終點對不對 請問你怎麼求終點坐標 這個M的坐標仔細看 它就是A的坐標加上V的坐標 然後怎麼樣 除以2啊 相加除以2 這是我昨天教的 以後你要找兩個點的終點 就是相加除以2就可以找出來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終點坐標是多少呢 這考試你就慢慢算 先算S坐標 3加9除以2 來寫上去 3加9 S坐標 3加9除以2 Y坐標是誰加誰 7加3除以2對不對 所以是7加上3 除以2 這樣是不是馬上就得到終點坐標 告訴我這個是多少 該不會以為我們這不會吧 3加9是12 12除以2是多少 6 7加3是10 10除以2 5 哇 終點坐標找出來了 對不對 好棒啊 可是有了終點坐標之後 我們還插了一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叫什麼 斜率對不對 對吧 那斜率的話要怎麼算呢 同學你這邊就要仔細聽 這個地方比較難一點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90度 夾角是不是直角 來拉個箭頭出來 兩條直線如果垂直夾角90度的時候 你高一學生一定要想到 這兩條線的斜率相乘一定會擋多少 -1 對不對 如果你不會證明沒關係 我真的不敢要求你們證明啦 好不好 你會證當然是很棒 但至少這個結果你要記下來 看到直角 斜率相乘等於負1 這可以吧 那你說老師我要求中垂線的斜率 那我們先算AB的斜率嘛 對吧 我們先算這個AB的斜率 來 AB的斜率怎麼算呀 你看一直在算斜率對吧 來斜率要來囉 斜率叫什麼X比什麼X 中軸X比分軸X 來Y座標相減7-3 除以S座標相減3-9 對吧 3-9 好 7-3是多少 4啊 3-9是-6 -6分之4叫做負的多少 3分之2 3分之2 漂亮啊 你看算個斜率有什麼困難的呢 斜率算出來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中垂線的斜率應該也可以知道 來我們寫一下中垂線斜率 這個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直接看出答案 中垂線的斜率跟AB的斜率 相乘要等於多少 要等於-1 AB這條線的斜率是-2-3分之2 那中垂線的斜率應該是多少 大概是3分之2啊 對不對 3分之3乘負的3分之2才會是-1嘛 對不對 就這樣子啊 對吧 那我們有斜率囉 然後也有通過定點了對不對 有點有斜率 我們又可以寫方程式啦 來方程式 中垂線的方程式怎麼寫 我們一樣寫頂斜式對不對 來 我寫在這邊 來 頂斜式 Y減掉已知點的Y座標 Y減5等於 來 等於誰 2分之3 再乘上S-多少 S-6 對不對 考試當然不能寫這個答案 寫這個答案 那個老師會生氣 因為他希望你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我們兩邊同時乘以2 它會變2Y-多少 我這樣寫有看懂嗎 兩邊同乘以2啊 然後再整理一下 2Y-10 把3乘進去 把它分配率展開 3乘以X叫3X 3乘以-6叫-18 對不對 就慢慢寫就好了 然後把全部的東西都丟到右邊去 所以他就可以寫成3倍的X 點掉2倍的Y-18 再加上10 等於0 對不對 沒有錯啊 我都先把它丟過去嘛 哇 整理一下 我們就要把第二題做完了 欸 減18加10 所以應該是減多少 減8 然後呢 等於0 考試一定要寫等於0 每次都會遇到幾個那種初心的啊 考試都不寫等於0 不寫等於0 我不能給你分數啊 因為他就不是方程式了對不對 好 第二題寫完了 看一下 可以嗎 最後要問超級市場的座標 欸 第三題喔 要問超級市場的座標 請問你超級市場座標怎麼算 來 說到人看我這邊 超級市場是不是要在中垂線上 他是不是也要在大馬路上 所以我只要把中垂線的方程式 跟大馬路的方程式拿來怎麼樣 那個國中稱為叫什麼 然後把他們兩條方程式都寫出來啊 先把那個大馬路方程式寫出來 叫做x怎麼樣 -5y 然後加6等於0 這是大馬路方程式 這是大馬路方程式對不對 然後我們後來第二小題要算出來 中垂線方程式叫做3x-2y 然後再怎麼樣 -8 等於0 你是不是要去找到底哪個x跟y呢 帶進去會讓這兩個式子同時成立 你要把那個s跟y算出來 國中教你兩個方法 一個叫帶路消去法 另外一個叫加點消去法 這兩個s跟y的係數都不一樣 如果是你會想要把第幾十 你會想要把s消掉還是y消掉 如果是我我會消掉x 怎麼把s消掉呢 來 仔細看喔 我把這個第1式左右都乘以多少 3 乘以3 來 我會寫給你看喔 這個乘以3是變3x 減掉幾個y 減掉15個y 6乘以3 18等於0 對不對 對 乘以3啊 對不對 只是讓他x長的變一樣嘛 然後再來這邊是3x 減兩倍的y 再減8 等於0嘛 對啊 乘以3那樣問題啊 左右兩邊都乘以3 這個其實是同一件事情嘛 那你兩邊同除以3又回到他 對不對 這是同一個式子 可是寫成這樣有個好處啊 現在我把它怎麼樣 相減嘛 相減不就可以消掉其中一個不知道的東西嗎 對吧 欸 誰跟誰會減掉 3x啊 對吧 負15y減掉負2y 負負得正 所以是負幾y 負13y對不對 變負15y加兩個y 18-負8變18加8是多少 26 等於0-0 叫做0 對啊 國中有學過這個對不對 我要確認說你國中真的有學過這種加減消去法 有學過嗎 有啊 有啊 有學過就太好了喔 那負13y等於26 代表13y等於多少 負13y加26等於0 13y就等於26 y就等於多少 2啊 對吧 負13y加26等於0 把負13y搬過來 欸 y就算出來 啊y算出來怎麼算x 帶進去 帶進去哪裡 欸 你要寫清楚喔 誰知道你帶回去哪裡 我們可以把它帶入第幾次 第1次嘛 我這邊不是有編號嗎 這叫第1次 y等於2帶進去 所以x減掉 來 5乘以2是多少 10 所以是x減10 再加6 等於0 所以這邊變x減掉多少 4 等於1 哇 那我們的x算出來就是4喔 漂亮啊 你看 這樣子x跟y都可以通通都找出來 好 那我想超級市場的坐標 我們終於可以確定 你應該要蓋在你的地圖上的 哪一個點的位置 x坐標是4 y坐標是多少 2 欸 這題不錯喔 這個題目很好耶 看一下給你30秒 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嗎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講下一個主題喔 來下一個主題請同學翻到課本第99頁的地方 哇來到一個新的開始 我之前在你班有沒有講過高中數學有四大天空 就是變換的 圖形變換的四大天空 是哪四個你還記得嗎 平移 伸縮 旋轉 還有對稱 平移我們已經交完了 四個已經幹掉一個 那今天要講一點點對稱 一點點喔 因為對稱其實很多 到一節課講不完 我們現在只能講一點點對稱 什麼叫對稱呢 你在99頁可不可以找一塊空白的位置給我 我有一段 我有一段筆記 希望同學抄上去好不好 來先畫個圖好了 來我這邊畫個圖 這圖畫上去喔 來我寫一下喔 當 當 我把它寫完再來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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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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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